我一打给我妈妈 然后我就 我就一直哭 然后我妈就很紧 然后说你怎么了 你人在哪里 你干嘛 你干嘛你说啊 然后我就 你就让我哭就好了 我哭完就没事 哈啰大家好 我是文文 我是依琳 爱情一起问 久违的爱情一起问 没错隔了好久 终于在棚内做的牌了 没错 感觉至少有快半年了 对 我们持续在慢慢回复更新当中 对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诶 如标题所见 如何爱情长跑 跟我们也是有一点点相关 毕竟我们今年也要 迈入第六个年头 你知道 你知道今天录影是我们在一起 第几天吗 不知道 你今天不会这么无聊吧 还是给我算 没有 这个也是爱情长跑的一个小蜜酒 那我就会问 如果今天没有拍这个主题的话 你过去查吗 好 我跟你 你过去查吗 我跟你公布 好 两千 一百四十一天 你看 你看多贴心啊 这边就会太搞的 回归正题啦 好 虽然比起婚姻来讲 爱情长跑其实就是婚姻中的一块 人家不是讲说可能交往很久了 结果最后 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很多人不是说交往太久 其实就结不成了 要结早就结了 对不对 但我们今天我们其实不讨论这个 我们就单纯讨论 爱情长跑我们可能要哪些要素 六年缩长不长 缩短也不短 我们还是有一点经验 可以交给大家的 分享给各位听家这样子 那我先来分享第一个我觉得的 就是能够共同成长 一起发光发乐 我觉得很多在刚交往起初的时候 不会感觉到这种共同成长的感觉 这个共同成长 一定是真的你花时间的 也不是说我在一起一个礼拜 我们共同成长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像是 我们 你那时候每周年的时候 不是都会做那个木相册吗 那你都会写上 我们今年一起经历的东西 其实如果那个 你认真仔细去回顾的话 其实会发现我们每一年都在成长 就是今年做的事情 每一年就是做了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在回顾看的时候 其实这就算是一种成长 我举个例子 我会特别有感受是因为 早期我们刚交往的时候 我还在干嘛 你还有印象吗 打工 我的打工是在摆摊的那一种 我还曾经去那边卖过 对 重点是他还有陪我一起去那边卖过 回过头来会觉得很感动 我蛮感动的 我回想到你有陪我经历过这些 而且当下没有感受 其实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对因为你当下根本也不会想到说 我们会做YouTube 当初最早期好像也算是我一头热吧 就觉得说我会拍 他又懂得白拍 那我们为什么不来拍 我们谈要做YouTube的那一个moment 是学校然后下课了 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他就说我一直很想要做YouTube 但是我以前交往的女生 可能就是没兴趣或什么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做 但他其实很想做 他觉得交了我之后 他觉得他更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问我喜不希望可以一起做 我还记得其实你当初还好 其实片没有这么有兴趣 对其实我当初是没有想要做 但是好歉我们后来就真的做 就是也是感谢各位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体悟就是 当我发现我跟朋友讲说我在干嘛 变成是我们在干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也是交往很久的时候 才会有的变化 我举个例好了 前阵子建民他可能就打给我 然后问我说 兄弟你在干嘛 要不要出去还是什么的 就是说我们再想一下这样子 就是我不会说我想一下 我会变成是说我们想一下 就把女朋友也融入到你的生活的一环 你不知不觉之中 你会发现说 其实另一半已经在生命中 你的抉择不会是只有你个人 而是你含有另一半 对 怎么这么贴心啊 等一下你的Line打开来 看你跟你姐妹是你还是你们 好不好 这是一个我突然想到的 也是分享给各位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另一半 但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子 对也不是完全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感人的点 对 但也不是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没有这样的话 他就不爱你 你知道大家以为这个就是一定是 等一下每一个都说 有没有赶快看一下 有没有 也不是这么说吧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说你自己的感受 你突然发现 发现不知不觉之中会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能够去适应对方的成长速度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我举例好了 刚刚提到说 从我打工到我现在 我要想要自己创业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 等待也好 或是说愿意去配合 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这样 其实他还是会愿意让我去尝试看看 大多数啦 太快了我就 再考虑 大多数就是他会想一下 那我就是会有点 你有点憧憬 对就是我是属于 我想到我就想要 马上去做 对 我尽管知道说途中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我可能会先决定去做 但是我是会 比较会深思熟虑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情侣间很尴尬的点是 我不想要你去做 不是说否定你做的这件事不好 他可能是好的 但是可能他的背后有一些失败的因子 我会担忧 所以我会不太想要你去冒这个风险 我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能够共同去成长 共同冒险承担这些事情的话 那他一定会是 你这个爱情藏宝中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一题 共同成长才可以一起发光的一个体悟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我觉得就是 能够一起冒险的重要性 为什么会说一起冒险的重要性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都一直处于一个舒适圈 那我觉得你们可能 那个抗压性会比较差 我举个例子好了 大家看那种电影 男女主角通常一定是那种从开头 其实不太顺眼觉得没兴趣 到后面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东西 然后觉得原来你是这么有料 就是你一定要一起经历过 你才会对另一半刮目相看 或者说在这个冒险的过程中 你发现一些你本来没有看到的 你才会发现你本来没有看到的 因为你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是同舟共济 就是当你有一起经历那种特别冒险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不用交往久 可能你交往没几天他突然 英雄救美一下 英雄救美 你一定会印象很深刻 你那个奖赏机制直接爆表 我觉得这是有差 有一起走过苦难的感觉 对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情侣要多去 做一些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 也可以做一些对方有兴趣的东西 因为毕竟是两个个体 那你们有各自喜欢的兴趣 那你们既然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配合另外一个地方的兴趣 然后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不一定你们觉得蹦出不一样的火花 没错 就比如说我最近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们去小琉球玩 然后我GoPro掉了 要哭了吗 本来大家可以看 然后小琉球的Vlog 但是 带来电脑却没有 copy 然后隔天就掉了 然后就 没有小琉球Vlog 忘了哭 我们再救救看 好下一题呢就是我觉得 愿意分享脆弱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难讲 特别是男生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 有点被灌输说男生遇到一些 要坚强 对 我举例可能我今年 在工作上我有遇到一些打击 你会觉得很不想再做 就觉得天哪 到底为何这种感觉 我那时候第一个想要哭诉的人 其实就是问问 可是我那时候又不想要让他看到 你不想给我看到的想法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不想要让女朋友觉得 自己很懦弱 或者说你只是不想要分享 其实我不太确定 但是潜意识来讲应该会觉得说 不想 不应该是怕担心 而且会觉得这个不堪 不想要让你知道 可是我那时候又很憋 我就受不了 所以我就打给了我妈妈 我一打给我妈妈 然后我就 我就一直哭 然后我妈就很紧 然后说你怎么了 你人在哪里 你干嘛 你干嘛你说啊 然后我就 你就让我哭就好了 我哭完就没事了 我妈直接满头问号这样子 然后等我了 我比较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说你到底怎么了 你要跟我讲啊 我说没有啦 就是工作上有一些压力啦 不太顺 所以想说跟你讲一下这样子 我说我不好意思跟我们讲 就很奇怪 我就哭完之后我就 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 我也是有跟你讲 只是那时候最压抑最脆弱的那一刹那 我没有马上第一时间跟你反应 但我会把这一点拿出来是 我觉得感情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一定要懂得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拿出来不要害怕 我觉得当你今天都一直把最深处的自己 不管是脆弱的还是怎么样 你如果一直没有让对方知道 就有一块都一直藏着的话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 会阻碍到爱情藏宝这件事情 对虽然我觉得这一块有点算婚姻 很多人就是结婚之后呢 还发现天哪原来 你可能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也跟交往的长度有关 因为也许有些人交往一两年他就结婚了 那他结婚了之后才刚好遇到这个时间 那不定爱情藏宝其实已经历过人家婚姻之后 经历过的事情 对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容易耶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多兄弟是有一些心房子 真的是打不开的 在这种自媒体时代 你会看到非常多光鲜亮丽的人 对但是 无形中会形成一种压力 你会选择不想要让对方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的底 你会保留一些些 而且也有可能男生会有这个压力是觉得说 如果我摊开讲假如是讲经济方面的啦 如果我现在跟我女朋友讲说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其实我没什么存款 或是其实我有负债 然后那女生听到的时候觉得 哼爱负债那么多 然后他直接跑了这样子 对这样就走了 对就男生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或多或少会有这样子的压力 对但是这样怎么办无解呢 我觉得就是讲 说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爱情藏宝 你必须一定得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可能不用马上摊牌 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 慢慢的去让对方更了解 因为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情 对对对 你只是 就是延长了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这个人不好 只是实际不好 或者是说他的背景不好 但不代表这个人他是不OK的 重点是你的好让对方也看到了 然后你也愿意让人家知道说你有一些缺点之类的 自己的难处啦 你可以让对方看到 不然等到说真的结婚 然后就才发现 那就变成离婚率高了 对因为也蛮多投稿的人其实都会讲一些 他就很好笑 你看喔很多投稿的 你在说投稿的人很好笑吗 你怎么讲他这么失礼啊 不好意思我一直不是说我想讲的是 投稿我不会看到他是谁 他把一些比较偏他自己秘密的事情 跟我们讲 他却不跟另一半讲 因为他害怕他另一半知道之后 会离去或干嘛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本末导致了 虽然这个可能是很多怪的事情 但我这样看着你 希望你应该会感受到 要讲喔 怎样是有一个想诉说的对象吗 我相信现在在看的人一定心里想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但是你一定有一些事情 小心喔要讲 那接下来就要分享最后一点了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今年的体悟 就是呢 愿意付出更多时间去陪伴另一半 但是你以前也陪蛮多的啊 怎么突然今年才有这个体悟 因为以前的陪伴是 喔就是这么有时间 就是学生时期那时候比较多时间 真的 除了上学 没勉强打工以外 对 其他都是空余的时间 其实真的会比较多时间 后来我们这样出社会 在公司上班 你就时间就很固定 嗯 所以要挪出时间 真的就是要配合 我想讲的就是 像今年我可能 有时候可能突然很多案子 会讲卡 就突然 的确 OK 的确 对突然一整个礼拜 那种我是熬夜熬个三四天那种 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太多事情这样卡在一起 然后有可能又下个礼拜 嗯 完全没事情 对也有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 在工作上我的心态 我会希望说 我能赶快赚多一点钱 所以我就会一直接 对 但是有时候我就会忽略掉说 没有去 顾及到他的感受 就是玉琳就是 有好几个月是 电话不停的那种 其实就是 YouTube 停跟这段期间 对 有一大部分就是这个原因 对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当下我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会觉得说 啊我赚钱 啊我们就能 花钱 那为什么要去 当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小争吵 像我外拍的话 我可以自己拍我的时间 我想要这个时间 我只要坦诚 那我就是可能 我可以拍一天 休息两天 我可以安排 我自己想要怎么拍工作 但是玉琳的工作可能是 得看厂商 他什么时候要 那时候我们有很多 小的争执就是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不让你自己休息一点 Case再来 你就说 欸可能延后 或者你觉得太忙 你觉得这个礼拜不能接这样 嗯 那玉琳可能就觉得她年轻 她想要打拼 那这时候就会有很多一些小冲突 站在不理性的女朋友的角度 就是应该说感性类的 不是理性的 你在抱怨 没有没有啊 其实因为我后来我就 也合理啊我知道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会有很多的女朋友们感性面 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可以花那么多时间 在工作上面 但是你都不挤出一点时间陪我 什么的 我们后来就找出一个办法 就是因为玉琳的工作 有时候除了剪辑影片以外 她还要拍摄 我就会陪玉琳去拍 她有时候可能跑去竹东或竹鬼拍片 那个拍摄是不影响别人 就是她自己拍的 那我就会说 那我那天没事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 所以我可能就 坐在车上也没事 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车程上面 我们可能就可以互相交接 或分享工作 但到现场之后 她就自己去拍 我可能坐在车上等 或站在旁边晃一晃 自己晃一晃 然后她拍好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吃一顿晚餐 其实她这样也算是牺牲自己的时间 就是互相配合 对 因为可能是刚好我也没事 那我就陪你一起 但是我们又有拥有这个 共同在一起的时间 我觉得这就是 怎样很想哭 我觉得这就是情侣要互相配合 就是你总不能 总是要求一方配合 或者说怎么样 那你就去试着配合她 因为我有一个女生朋友 她那时候讲说 她的男朋友是汽车业务 她那时候就觉得她很忙 男方也一直塑造出一个 她很忙的状态 那个男方有一次她突然爆出说 她手机坏了 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在回讯息 不小心掉了 然后她就说 蛤? 你开车在回讯息 她想说她男友应该是很忙 因为她很长时间 一整天都不会回 我想讲的就是 不管怎么样 一定有办法可以挪出时间 我觉得啦 因为人都是要休息的 当然我自己确实也有 就是有时候也会 我在这想讲的那时候很忙的时候 但是 跟女客户吃白 然后 你都没有谁要回 所以各位看到了吗 一段 你没办法挪出时间付出的感情 她是没办法维系的很好的 好吗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们结尾是有点在搞笑啦 对 但是我觉得这前面讲的这几点 就是我觉得我们爱情藏宝之后 得出来的一些心得跟一些想法 好啦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全部了 然后 有还有很多啦 这个其实聊不完 它有太多了 但我想讲的是 我觉得爱情藏宝它是 它算是结婚 婚姻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你爱情藏宝你不一定会结婚 但是你要结婚的话 你可能就是希望爱情藏宝 你一定要能够爱情藏宝 所以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说 婚姻一定要怎么样 但我觉得这个是 以目前感情来讲是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多看几遍 对就是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这六年的一些体悟啦 对对对 就一些感受跟一些心得 有些人他们可能在一起了很久 却好像在一起一阵子 那有些人在一起一阵子 却好像哇在一起了一辈子这样子 就是爱情藏宝它不是衡量感情的一个标准 对就不是说你要结婚你一定要 爱情藏宝几年几年才可以结婚这样子 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一节分享 不会造成有一些情侣的压力就觉得说 哇好像我们其实没有交往那么久 或是我们好像还没有体验什么 我觉得是里面我们体悟到的东西 是希望你们也可以 在你们的感情上面感受到 你们可以去感受看看 有没有去体悟到这些事情 那也欢迎说在下面留言可以告诉我们 欸你们可能交往了三四年了 然后有体悟到一些什么是我们没有提到的 可以在下面分享给大家 没错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全部啦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影片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掰 记得要在下面投稿喔 好的投稿 投稿 投稿 起来 投 投 结束 投 好 好 好